选最强的 选会赢的 开工没有回头建 决定选大安 我就全力以赴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语气坚定正式宣布参选 2024大安文山区立委 甚至找来现任立委高金素梅 担任荣誉主委 期盼有1加1大于2的加倍战力 让高金素梅跟罗志强 一起监督立法院 一起做一个真正的人民的代仪式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要选大安区 我的回答很简单 我为什么不能选大安区 我当然要选大安区 因为我是大安文山的议员 即便党内质疑罗志强 市值挑卵的吃挑蓝营优势选区 罗志强大动作宣布参选 也引发党内互打 在地议员中佩君 不仅表态参选 跟承诺当选只做一届 只是原本受邀出席记者会 却遭罗志强临时喊咖 我对强哥所有的公开承诺 都不会因此而改变 那今天我也请助理 特别送了两箱运动饮料 到现场去 上面有贴着我的小纸条 就是期待跟强哥一起并肩作战 大家既是罗志强的朋友 也是钟佩君的朋友 我想说也不要让大家 中间会有一些麻烦 对比中佩君喊话并肩作战 另一组是带交替 却是火药味浓厚 议员徐晓星脸书杠上之声 立委费鸿泰 不认同竞选过程 不攻击对手一事 徐晓星认为要拿出事实证据 用力击倒对方 开了很多的记者会 其实我们针对很多人 包括论文 还有报告 我攻击的还不够厉害吗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 绝对不会只甘于乖乖的 待在立法院里面 开记者会我会无所不在 不管是在媒体地方上面 网路上面都出现 然后痛击民进党 蓝衣新生代纷纷出头 让党内世代交替议题再次发酵 初选机制还没明朗 前个世代先上演PK喊话 届层四月代君与台北采访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物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功